南投县政府日前云先立体育场 举办112年运动爱台湾2.0计划国民体育日 多元体育系列继体育有功人员表扬活动 提供数十项的运动项目 让民众现场体验闯关 希望借此培养民众运动好习惯 8月底的时候 远见杂志也特别做了一个全国的运动的大调查 那南投县呢我们虽然非六都 但是我们拿到了这个推动运动爱台湾的这个基优主 那当然在这里我要非常的感谢南投县议会的议员 那也在议会里头呢也希望我们能够 对于体育的预算能够多多支持 所以明年度开始呢我们教育处这边 也跟南投县的体育总会来合作 不管是在学生的还有孩子的教育经费 我们又再增加了1500万 那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这些的训练费用 可以帮助每一个这个选手呢 他们在各项的竞技上面都可以不断的提升 县体育会总干事洪明慧 感谢县府对于本县体育发展的忠视 相信在未来依注1500万元的经费之后 能够使本县体育推展上更加顺利 我愿望说在我们科研党这处益住 1500万元的经费南投县的体育 我们要把乡亲做一个报告 我们的钱应该开在岛口上 绝对不能浪费 要让我们高年和一个船船 有一个温用的空间 这样接下来我们科研党对这个体育的支持 县议员张婉智表示 感谢县府对于推广运动的重视 连续举办国民体育日系列活动 已经迈入第八年 相信借由这样的方式 有助于培养民众运动的好习惯 那南投县政府也连续举办了八年 爱运动的这个活动 那借由让民众一起来参与 参与这个运动的项目啊 然后一起来闯关 然后来玩耍 那借由这种这样子的活动 大朋友小朋友一同来参加 宛池觉得是相当的有意义 那宛池认为说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 体育界的每一位选手 其实都没有受到太过于重视 各项福利也不是说这么的优渥 那宛池希望说呢 在日后呢 我们南投县议会也一定会 全力来支持我们 不管是在补助方面呢 或者是说一些权力上面 玩磁相信我们县议会 一定会来全力来支持 此次除了县长有提供运动项目 供民众闯关之外 县长徐初华也颁奖表扬 推展基层体育有工单位及人员 感谢他们为南投县体育发展的付出与用心 记得成为南投采访报道